王柏麗 嗨,大家好,我是王柏麗 今天呢,我們要教大家管弦樂式的編曲法 那我們今天要講解的歌曲是周杰倫的菊花台 這首歌非常的好聽 經過我們的重編之後 我們拿出其中的一小段 那我們編成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聽聽看 詞曲 李宗盛 好,OK 那今天呢,我要先跟各位講解我們的第一步 首先我們的第一步,我們必須要了解管弦樂團它整個的一個編制 基本上我們將管弦樂團呢,分成三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是木管樂器 好,各位看我現在點綠色的這四個樂器 就是木管 那它通常第一個最上面是長笛 有的時候會用一個短笛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加上去 所以長笛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它有雙黃管 然後它有單黃管 最後呢,還有負責木管的低音的 叫做巴松管 這四個樂器呢,組成了管弦樂團裡面的木管組 好,那接下來呢,要跟各位說的是銅管 銅管組呢,裡面分成四個樂器 第一個樂器呢,叫做法國號 好,那第二個樂器 好,那第二個樂器叫做 就是所謂的小喇叭 叫做小號 第三個呢,叫做長號 長號就叫做聲,伸縮喇叭 最後一個是負責低音的 好,我們叫做圖八號 我們叫做圖八號,叫兔八 好,那剛剛各位所看到的呢 是木管組 好,在真正寫的譜裡面 我們會將木管放最上面 然後銅管放在它的下面 所以,先有1234的木管 再有5678的銅管 好 接下來呢,我們要看這邊 這邊有弦樂組 弦樂組是由 一部的小提琴 跟小提琴第二部 還有中提琴 大提琴 還有低音提琴 所組成 它把整個弦樂團呢 分成五個組別 好 接下來呢,弦樂裡面有的時候 可能會使用到竖琴 竖琴的英文呢 叫做harp 所以它也是一個弦樂器 通常啊 在交響樂團 管弦樂團的譜裡面 會把 好 您現在所看到的這個 聽彦琴就是定音鼓 跟拔 還有大鼓 把這三個打擊樂器呢 一般而言 我們會放在 第一小提琴跟 吐拔的中間 也就是我們的譜上面啊 整個管弦樂團的譜 吐拔下面會是打擊樂器 打擊樂器完了以後 才會接 弦樂器 好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 MIDI這樣放呢 這只是方便我們 在作曲的時候使用 好 那介紹整個管弦樂團的編制以後 等一下呢 我就要為各位講解 我們在管弦樂團每一個組別 所扮演的角色 好 部分跟大家應該知道 不 heartbreaking 都沒拿到 不用客匹 也會有 以充 members з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